大家好,我是猫叔 今天分享一道蔬菜鲜虾饼的做法 准备一斤大虾 先剥去虾头,再去除虾线 把它的衣服完全的扒掉 只取虾仁 把剥好的虾仁切碎 再简单的剁两下,剁成细小类即可 胡萝卜先切片 把胡萝卜放入锅里焯水 水果玉米一同下锅焯水 焯水焯至半生熟捞出 捞出后,把胡萝卜切成丁 玉米剁成细小粒 青辣椒切成丁 虾泥撒上少许盐 再撒一小勺生粉 把玉米碎,辣椒碎,胡萝卜碎 一同放入碗里 加入少许的胡椒碎 把它搅拌均匀 接下来,开始搓虾球 把馅料逐一的做成虾饼 起锅烧油 让油温在锅内均匀的受热 把虾饼逐一的摆到锅里煎 把一面煎成金黄色 翻另一面再煎 把两面都煎成金黄色 出锅装盘即可 最后倒上一点甜醋做沾酱 一款家常版的蔬菜鲜虾饼 制作完成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作品 请帮忙评论加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